针对政府防疫措施里的非法移工问题,劳动部表示,以建立跨部会的加强查气非法移工机制,并透过管道以移工的母语加强宣导防疫观念。 劳动部还提供民众检举奖励金,提高检举诱因,避免行踪不明移工非法工作成为防疫破口。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研究员陈秀莲表示,吴振移工长期游走社会边缘,此时若加强查气,鼓励举报,可能将这些底层者逼到更不为人所见的角落。 且台湾现有约70万外籍工人,35万外籍配偶,加强查气还可能会影响防疫工作。 陈秀莲指出,政府因为了避免疫情扩散,保护所有民众健康,而采取较为积极的政策作为,才能真正补上出现缺口的防疫网。 也就是在政策上确实做到不驱离,不处分,重新给予合法身份,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吴振移工取得更多实用的防疫资讯,也鼓励非法雇主,让有感染症状的吴振移工紧速就医,或鼓励他们先行返国,再重新申请来台。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,王兆坤,台北采访报道。 中央广播放